那我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些 或者说和大家分享一些 关于合作钱包的一些东西 首先我们从 假设有一些零食处的小伙伴 我先讲一下 以太坊上的商务设计 就是先不讲钱包 先讲这个以太坊的商务设计 就我们都知道以太坊上 其实它是双商务设计 就是说它有两种地址 一种是UA 一种是CA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差别 然后UA的话 它就是可以forget 然后它能交代币 发动代币 然后它可以发起 只能交易 但是CA的话 它就以为不一样 就简单来说的话 就是在以太坊上 有一些事只能UA做 做有一些事只能CA做 比如说 比如说sif gas只能可以做 但是比如说 你要想买的账户 或者说你要部署一个 比较可编程的一个交易 就只能用CA 这个就是以太坊上的账户设计 简单言之 以太坊上的账户设计 只有两种账户 然后呢 这两种账户分别做 他们能做的事 这个是以太坊的那个 嗯 账户的那个设计上写死了的 嗯 但是以太坊上这样的账户设计 它会有很多问题 就其实我这里说的问题 不是那么多 其实它的这个问题 是真很多的 嗯 首先直接来讲 这样的账户 有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平时 我们大家都使用 小费钱包 对吧 很多 嗯 比如说我们使用很多 以太坊上的钱包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丢了私钥的话 或说忘记出一次了 就相当于是丢了这个钱包 或者说 丢了我们的资产了 因为它会使因为这样的账户设计 会使得私钥等于资产 为什么私钥等于资产 因为EUA它是有私钥的 所以说就就会需要用户 或者说用户需要他人帮自己 带管理这个私钥 这个就是EUA它本来的弊端 就是它会存在一个用户门槛 以及安全隐患的一个风险 或者说的一个问题 然后就是在 在那个隐私方面 就是大家可能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之前被封建的那个龙卷风 Tenadu Cache 其实Tenadu Cache它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向 一个鱼儿为零的地址 转账或者说把混到的币转过去的时候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假如说那个地址 它没有以太坊的话 它如果想把自己收到的这个混过的币 再转出去的话 会有风险 为什么呢 因为它 首先如果说 它接收到了Tenadu 收到了一些 被混过的币的话 如果说它要再转出去 在太坊上 它就需要付GAS的 但是付GAS这个动作 是可以暴露隐私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只有EUA才能付GAS OK 那尽管那个对吧 Tenadu龙卷风 它可以混币 但是你的GAS 如果说还是要人去付的话 那付GAS这个行为就暴露隐私了 这个是它存在的一些弊端 但是 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来看 其实这种双账户设计 它非常阻碍 就是链上行为 就包括交易这里的所有的 链上行为的一个可变成性 就是它阻碍了很多功能吧 这里我列出了一部分 就是这个双账户设计 它阻碍实现的一些功能 包括多签 然后ECDSH1的签名 或者说签名算法 包括税务恢复 交易限制 自动的收益这些 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 就是可能大部分小伙伴 付GAS的时候 都是自己付的 很少是别 很少是其他钱包 或者说实体 把我们代付 这个是EUA 它是很难做到的 包括多签 多签的话 也是EUA没法做的 简而言之的话 双账户设计 它就是阻碍了 这一系列等等 这一系列的一些创新 然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 以资本开发者 大概就在 16到17年的时候 其实从那个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想要解决这个 双账户的问题 对吧 因为双账户存在这些问题 所以说 以资本开发者 想要解决它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 为了解决双账户 存在的一些问题 就提出了概念 叫做账户收项 当然这个账户收项 也可以理解为账户统一 简单来讲 它的核心思想 就是希望把CA UA 统一为一个账户 让CA可以做 让CA可以做UA的事 或者说 让UA可以做CA的事 这是两种路径 当然 围绕这两种路径 有很多 不同的 试取的实验方法 然后呢 就是 就是为了解决 以资本的双账户 存在的一些问题 对吧 然后以资本开发者 就在可能 1617年左右的时候 就提出了账户收项 然后 我们这里提取 其实 可以说 这位账户收项的钱包 都是合位钱包 因为 某种印象的话 它都需要把UA和CA 做一个结合 所以说 它都会有合位的部分 然后我们再 回到最近 比较火的这个337 EIC337 它在账户收项 的一个地位吧 嗯 其实我们看历史上的一些EIP的话 我们都知道 其实 有很多 在以资本历史上 其实有过很多个 和账户收项相关的EIP 比如说 86 比如说 这个2938 还有30 还有那个3074 嗯 其实以资本历史上 有过很多个 都想要实现 以资本账户收项的EIP 或者说ERC 但是他们 大多都是 大多都是 因为有两个问题 过去的很多 嗯 像我说像EIP 要么就是 是需要更改共识 然后 但是大家都知道 更改共识 它是一个很麻烦的事 就是它可能会推进比较难 然后的话 改改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一下旋轮动 或者说 它根本就没法改 就 诸如此 诸如此的问题 比如说 2938和3074 这两个 资本历史上 ERC 他们都是要改 字节码 或者说 呃 操作码的 他们是会 改採访的一些 底层的东西 推进的成本就特别高昂 另一方面的话 嗯 那些 除了137 除了137之外的一些 资本历史上的提案 他们虽然不需要更改 共识 不需要改採访的 操作码 或者说字节码 但是呢 他们 在账务抽象的实现的程度上 不是那么好 所以说 3037 呃 是所有 所有账务抽象提案中 比较妥协的一个 一个提案 就是他既不需要更改共识 又能够比较高 程度的实现 账务抽象 让钱包能够实现 比较丰富的功能 嗯 337 他其实他就是 非常类似 flashboard 或者说 呃 那个 Merv Boost 他们就是做了一个新的一个交易 或者出货市场 然后这个基本上是这个 337他的一个流程 然后在这个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一个标准的337钱包里面 他其实是 其实在这个钱包里面 他是同时内置了一个 一个EOA和一个CA的 当用户发起个交易的时候 他会 当用户发起个交易 他会先签一个名 然后他通过签名 申请一个user operation 然后这个user operation的话 会发送到一个 这个内存池里面 然后 然后这个矿工 他会监听内存池里面的 这个user operation 然后他可以把一笔 或者说多笔user operation 打包为一个 是user operation 他会传到intrepoint 然后这个intrepoint 他会把自己收到这个 user operation 传递给CA 他的一个 validateduser operation 就是他会有一个 呃 接口 他会来验证 就是intrepoint 他会把他收到这个user operation 发送给CA 但是CA呢 他也会 收到之后 他会进行一个验证 就是他每 其实他是会有三 他是分为直行循环 和验证循环 首先进行的是验证循环 他会验证三次 验证三次 这个逻辑之后 如果说都通过了 他才会进行一个执行 这个是 讲到这个图上的一个逻辑 再具体看一下的话 嗯 其实基本上 也是也是个逻辑吧 就是他一开始 呃就是 会有一个 在下面部分的话 我们我们就 他就是有一个 首先是进行验证循环 这应证循环的话 有三个 就是首先是检查这个钱包 有没有CA 如果有的话就继续 没有的话就创一个 第二部就是应证签名 他这个签名是不是对的 第三部分就是检查Gas 他的那个 鱼儿是不是够负Gas的 然后完成 这三个验证循环之后 他会再 进行到这个执行环节 就让CA执行 嗯 对 这个基本的 就是 嗯 非常非常抽象 讲的话 面上这个样子 当然 但是337 他还会有自己的一个拓展 就是Paymaster 就是DAV的一个模块 嗯 其实抛出这个具体模块 不讲的话 嗯 其实337 就是任何一个开发者 或者说一个团队 他们想要在33里面 加上的功能都是可以的 无论是Paymaster 还是说什么模块 你只需要在这个交易的 呃 流程里面 你加一个环节 就可以实现了 这流 嗯 这流就不加得多 他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 37的一个原理 然后讲一下他的优点吧 嗯 337的优点是 他不需要 改动时 然后啊 他也 他的难度就 推进难度特别低嘛 第二点的话 就是他有一个 稍微可升级的一个属性 他可以改自己的这个公钥 就嗯 还有一点就是去中心 这个去中心 是相比于Safe那些 我们现在可能比较常用的一些多线钱包 的一个优点 因为我们都知道 嗯 Safe或者说一些其他的 和线钱包 他们在实现多线的时候 他们是 比较中心化的 比如说那个矿工或者说 relayer一套流程都是由那个钱包开发商提供的 那么 其实那个Safe或者说 这类钱包开发商 他就可以影响的钱包 然后 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 他其实比较 好的实现了 账务收线的一个 目的 或者说一个 动机吧 他实现了 比较高度可编程的一个特性 就是他可以有 他可以就在这个流程里面 开发者还是说团队也好 他可以对这个钱包有 非常高的一个自定义的一个 操作 他可以自定义 漏洞 这个 因为现在这些标准还不是特别完善吧 或者说 当你一个钱包 你需要做很多功能的时候 这功能堆积起来 他们的这个逻辑 可能会矛盾 还是说怎么样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现在这个 337 他那个原始规范里面 他们有考虑到这个东西 他就是 协议兼容吧 其实337 他的这个流程 他这个协议规范 其实是和 许多的合约钱包 开发商 不是那么完美兼容的 对 钱包开发商来说 他如果说他要转 337的话 他其实是没有一个很强的 呃 一方面他会有一些技术门槛 另一方面的话 他其实他没有一个经济的动力的 他为什么要遵照你这个337这个标准 如果说我用自己的那一套 多千 的 管理流程的话 我可能还可以获得 我可能通过某个环节验证 或者说什么环节 我可以多收GAS 我可以盈利 但是在337这个标准里面 并没有 他这个协议规范里面 他并没有提出如何激励 不同的主体 尤其是在 呃 尤其是在多个解冒开发商都 如果说都要遵从337的话 337标准里面 他并没有提出如何 在经济 上激励这些解冒开发商 接入337 这个是他的一个技术之外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机制 第四点就是他其实没有消灭EUA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337信号里面 他仍然是有一个EUA 和C存在的 如果说EUA仍然存在的话 也就意味着用户 仍然需要管理他的 助记词和私钥 你不管你的话 就是这个EUA 私钥的管理仍然存在 虽然这个管理可能不由用户存在 但无论是你去托管也好 还是说用NPC也好 嗯 他都会是一个问题吧 就是这个EUA仍然存在 所以说EUA的问题 他也会保留下来 然后 再讲一下这个337 这个SoulWallet SoulWallet 然后这个SoulWallet 是之前可能很多小伙伴都知道的 听过的一个钱包 它是 以太坊上账户抽象赛道的第一名 然后 也是这个 这个这个 就它是 它之前在波波达那个 一个核桑上 它是 展露头角 收获到很多关注 收获到很多关注 其实 我 我不确定 它是不是第一个337的这个钱包 嗯 但是它是在 但是它至少是在 SoulWallet上的第一个核心 337钱包 SoulWallet 嗯 so它其实 我 嗯 我感觉它没有做特别多的应用创新吧 它只是说 我把337这个东西实现了 然后但是它在功能或者说有些优化上 它 我自己觉得好像没有做 做特别多的一个创新 就是 简而言之的话 简而言之 就是337 呃 SoulWallet 它是337的一个 最近的一个用案例 应用案例 然后呢 嗯 它就有限资料来看 它并没有在功能上做很牛的 大创新 但是呢 它们最近说 在电报群里面说 最近可能会放一把新的产品出来 到时候大家可以在推特上 就关注它们的进展 就它们有推特 就叫SoulWallet 然后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 SoulWallet 它们的 就 配合那个团队 嗯 其实它们配合团队 的小伙伴 三个 创始人都是 普朗克道的 然后它们三个 成员都是属于普朗克道的 然后它们是在今年四五月份的时候 就关注到 商务抽象和有钱包的 然后 它们这个团队 其实是一个 长期主义的 一个团队 它们不是说 最近火了 才去研究这个 张务抽象和有钱包 它们是在 我记得好像是今年上面 还是中旬的时候 就关注到这个东西 然后就一直在行更 然后之后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一下 它们的这个研究的 链接 和它们的这个 这些相关资料 这个是所有的他们的一个信息 然后 但是最后再 从337回到整个 以太坊来讲一下 就以太坊 337 它是基于以太坊的一个 一个合约钱包设计 但是呢 我们从网络的角度 抽象出以太坊来看 Lear2上的合约钱包 可能也是合约钱包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 嗯 Lear2里面最火的Lear2就是 Rollup嘛 但Rollup里面 它有分两种 OPR和ZKR 然后OPR的话 就是Optimizing和那个Optimizing 但是我们现在先把OPR 抛开 不看 我们先假设OPR 他们 就是 可能 没有什么未来发展前景了 这个是一个假设吧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 那些ZKR 他们为什么可能是 前模发展的新方向 嗯 首先 一方面 嗯 那些 就是 ZKR里面 它有分为 ZKEVM和ZKVM 在那些ZKVM上 他们都实现了原生的张务抽象 比如说Stanet和ZkSync 他们都能共识成 或者说账户设计上 就已经把UA和ZKR为一了 为什么说在这些ZKVM的 Lear2上 和前模可能是发展的新方向 因为 他们能够比较原生的实现 张务抽象 嗯 那这 那这个原生实现的张务抽象 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们这个 这个 实现的 实现的这个案例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举个例子 我先说一下Stanet 嗯 Stanet他们现在 把那个合约钱包和那个权利游戏 相结合 就目前而言 大部分人用钱包 都是为了用钱包的管理资产 但是呢 在 Stanet的合约钱包 他们的想法是 合约钱包不仅仅是管理资产的 它也应该是用户的一个操作系统 或者说用户的一个 用户口 我们来看他们是怎么实践 和怎么思考的 嗯 就拿 Stanet上的这个Carrage为例 这个Carrage Carrage是 Stanet上的这个电邮平台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 Stanet上的一个SIM 嗯 它的 它其实就在和 钱包以及电邮高度继承 简而言之 就是它是希望把钱包和炼油平台 做一个继承的 嗯 目前的话 就是他们现在这个相关的理 他们的这个和钱包和炼油的这个融合 现在是属于理念阶段 嗯 在具体的时间上 在具体的工程上没有特别多的展示 我来向大家解释一下 他们的这个和钱包和炼油 是打算如何结合的 嗯 其实大家 大家可能玩过游戏的话 其实都知道 比如说游戏的话 它其实是会涉及到高频的交互的 尤其是 当我们玩一个权力游戏的时候 我们会有很多的操作需要上链 或者说很多的信息数据需要上链 但如果说每次上链都需要我们 去做一个交互 或者说做一个授权的话 那其实是非常影响我们的用户体验的 嗯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 Stanet他们 的那个Argent 就和这些另有开发商 他们就在共同完成一个 小小的创新 叫做 随心可以叫绘画密钥 大概意思 大概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让用户在钱包里面 自定义一个时间 或者说自定义一个区间 低于低于多少gas费的 这个交互都在某段时间之内 自动的被授权掉了 这个是他的一个小创新 然后再回到这个链油和合园钱包的一个 他们的这个结合的理念上 其实是想从细分场景上 做合园钱包的创新 就是OK 现在大家都认为合园钱包 是只能管理资产的 做DeFi的 或者说钱包是和DeFi相关的 他们就离平细径 他们是打算把合园钱包 做成一种操作系统 把钱包和游戏这个场景 或者说把钱包和权力游戏这个场景 高度结合起来 这部分的话 可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之后 他们的具体的一些产品的放输 现在他们这个比较前言 这个是一个他们的案例 这个是为什么在那些CKVM上 合园钱包可能是钱包反乱先方向 因为他们开辟了钱包的新场景 权力游戏 另一方面 为什么合园钱包 在CKVM这些Leader2上 这些ZKR上 可能是一个发展先方向 因为 其实所有的Leader2 他们都有一个默认的假设 就是 以赛访的未来 在未来 以赛访所有应用和用户 都有可能向Leader2迁移 或说很有可能都会向Leader2迁移 像TPS更高 Gas更低的Leader2迁移 这个是他们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前提 这个逻辑 因此我们可以推理 就是或者说 这个期待就是Leader2上的合园钱包 他们可能会有去到的用户增量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Leader2的一些数据 大家在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到 一些关于Leader2的一些数据 然后在这个 日活地址 和这个过桥地址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 其实Leader2 它的这个用户基数 其实大概已经到了 以太坊的5%到10%左右 而且最近还在不断的增长 比如说 这个Sync 之前我看它的那个 就我上个月看它的那个用户 过桥地址可能不到 可能是两三百K 最近一个月可能就增长了 100K左右 就是我们可以看 从数据上可以看到 就以太坊上 它已经有5%到10%的用户 在巨重的前提下 已经有10%的5%的用户 在正在使用Leader2网络 那么随着Leader2 包括ZKR和OPR 随着它们的这个网络 不断优化 应用不断丰富 那么这个以太坊的用户量 都会有更多的用户 流到Leader2上 我觉得这个结论 它的答案 这个问题的答案 它一定是是 或者说这个趋势是确定的 就是以太坊的用户 它一定会流向Leader2 持续的不断的 因此我们刚才的这个观点 它也是可以去证明的 就是Leader2 它会有巨大用户增量 那么所以说Leader2的合级钱包 它其实也可以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创业的机会 或者说投资的机会 或者说入锚的一个机会 对吧 因为它有巨大用户增量 这个是从需求角度来看 那么再从供给的角度来看 就是Leader2上 有多少个合级钱包 我不完整的统计了一下 一些合级钱包 比如说Stanit上 现在只有两到三个合级钱包 ZikSync的话可能要多一点 但是以太坊上的合级钱包是多少 或者说我想可能是三位数了 但是如果说Leader2将来可能会存在 以太坊50%20%的用户 那么他们现在的这个钱包数 可能再加个零也能够还活得不错 就是说从市场规模来看 Leader2上的合级钱包 是永远的供不应求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图里面 也看不出什么东西 就是现在 就是大部分的合级钱包 特别是最近融了大 就是有大量融资的一些钱包 他们大部分都没有支持Leader2 或者说有支持Leader2的打算 因此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 和一些信息上可以证明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Leader2上的合级钱包 供不应求 但是呢 目前大部分的合级钱包 或者说用户销的钱包 他们都融资特别大 种子轮普遍是500万几 二轮可能是1000万几 然后但是他们都有一些问题 就现在我们从Leader2合级钱包 的这个角度抽上到整个钱包赛道来看 这个钱包赛道它是有一些问题的 或者它是有些事实的 钱包赛道 融资大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合级钱包它的技术门槛 其实不是那么高 大部分 其实基于ERC33的合级钱包 其实已经不少了 就说那个Soul 其实已经有 两三个了 或者三四个了 但是呢 他们大部分钱包 大部分有大融资的钱包 他们都不仅仅是 只实现了337 他们可能也混入了NPC OTE ZK的这些技术 就他们其实是一个技术的 他们是把多种技术 砸到一起 当然了 当然了 他们这个把技术 融起来做一个钱包 是真的有用力 还是说有创新 还是说为了融资去世 这个不得而知 这个是在技术方面 在产品 在产品方面的话 其实大部分的钱包 或者合约钱包 他们的需求 实验的需求都大同小异 基本上都是免GAS 免助技词 DEFGAS 多签 自托管 外边登陆 就是说我们从功能 和从需求上来看 大部分的钱包 他们都是比较同质化的 他们都没有想到 可能从场景 或者说 从一些其他方向 来做拆化 这个是很少的 就他们的功能 同质化 然后的话 也没有 在雷尔图上部署 或者说 没有这个部署打算 这个是实际存在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个 就是比较搞笑的一个点 就是我看了 也看了许多 这个钱包的 和钱包的一些demo 或者说他们的一些 叙述 或者说一些资料什么的 他们对自己的 这个钱包的愿景 大部分都是缝合怪 就他们 比如说他们会怎么 描述我们这个钱包的愿景 我们会接入 我们这个钱包 会接入更多场景 比如说 比如说更多 外包的场景 比如说线下支付的场景 然后我们这个钱包 会有更多功能 从而 我们可以更好的服务 更多用户 但是他们都 但是大家一听的话 听我这样子说 其实都能感觉到 他们这种愿景 也是一个缝合怪 就是他们这种 的叙述 其实是没有什么愿景的 我认为是没有未来的 这个是钱包赛道的一些 我认为可能是怪象吧 有可能是我 收入者资料不够权 然后我们从 Lear 2 合围钱包 钱包赛道 我们再回到 合围钱包来看 就是 合围钱包 嗯 合围钱包它的强大支出 就刚才讲了一些 合围钱包的一些 基本的东西 然后我再 向大家介绍一下 合围钱包 它的一些杀手机的一些 嗯 我觉得特别重要的 一些应用的 场景吧 比如说合围钱包 其实它是可以 让我们的手机 变成一钱包的 嗯 这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这个 合围钱包上 嗯 就是 合围钱包 所在那个网络 它就支持手机硬件 比如说Sanit 嗯 它这种 像它这种 原生实验 帐战户 售上列图上 它就支持 很多种图案曲线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是就是 一天方的 那个图案曲线 或者说 加密算法 可能并不是 我们的手机上的 加密模块 所支持的 因此 我们的手机 只能通过 软件的方式来签名 而不能通过 硬件的方式来签名 但是 在Sanit 这种 实验原生 帐战户售上列图上 这 它这个网络本身 就是支持多种图圆曲线的 因此 就是我们就可以让手机的加密芯片 直接对交一签名 因为我们的手机的加密芯片 就支持这个SANET 支持的这个算法 或者说图圆曲线 他们这个大概的流程的话 是这样子 然后呢SANET他们现在已经有一个 在手机的安全飞 飞地上的一个实现了 就他们这个已经实现了 有代码的 大家之后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是第一种 第二种的话就是 合围钱包 就是非以太坊之外的 或者说就是在以太坊上 或者说在EV们网络上 的合围钱包 也可以把手机变成钱包 它的逻辑就是 在钱包的这个环节 做签名转录 比如说之前我们在337提到 它是可以在签名环节 做一个资订役的 资订役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做一个签名转录 比如说 比如说以太坊值的那个 ECDSA算法对吧 我这个钱包 合围钱包 我可以把用户的手机的 那个算法转换成 以太坊值是这个算法 它大概逻辑就是这样 就它通过这个 流行的话 就是可以让用户的手机 变成英钱包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如果说合围钱包 让手机可以变成英钱包的话 它其实是会对用户体验 或者说用户安全 造成一个巨大的推动的 对吧 可能钓鱼的话 可能更难一点了 包括用户的体验的话 甚至说用户 它其实是可以 不需要记住这词了 它没有私钥了 因为直接用手机签名嘛 但是它的坏处就是 你手机丢了的话 就真丢了 你手机丢了的话 就是你私钥丢了 这个是它的一些问题 这个是我觉得可能 合围钱包比较强的一个东西 它现在比较具体的一个东西 然后最后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合围钱包 我认为可能是有五个方向 就是首先第一个方向 是地门槛 这个大家都比较了解 合围钱包 或者说大部分的钱包 他们现在都需要用户 管理助记词和资料 但是呢 这会对用户造成许多 使用门槛和安全隐患 那么其实合围钱包 它是可以消除助记词的 或者说从更搜索的角度来看 合围钱包是可以让用户门槛 降得更低的 让用户不需要记任何东西的 那么第二个方向 就是Lear2 就刚才我向大家认证了 就是为什么Lear2 可能是合围钱包 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因为比如说ZKEV们 他们的他们可能对以探访 可能有一个迁移的一个愿景 对那些ZKEV们来讲 他们可能有自己的一些 创新的一些场景 比如说StarNet 它在大力发展权力游戏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 或说是不是可以期待 那些权力游戏 可能是合围钱包 新的一个户份的场景 那么第三个方向 就是利用丰富 就是我们现在 其实利用丰富的话 其实不仅从合围钱包的角度来看 我们现在从整个以探访 或者整个区块的角度来看 大部分应用都是金融应用 或者说它都是那种 单位收益 单位收益比较高的一些应用 我们其实我们是可以画一个 坐标轴的坐标系的 横轴是GAS 然后纵轴是TPS 然后可能再加一个第三维度 就是它单位收益 我们是可以发现 其实所有的区块的应用 或者说现在大部分区块的应用 他们都是单位收益比较高 然后但是TPS要求比较低 因此他们可以容忍较高的GAS 但是但是这个第三个方向 其实是利用丰富接到一起的 就刚才我不是让大家介绍那个坐标轴吗 对吧 现在大部分的以探访应用 或者说训练应用 都是单位收益比较高的 那么换句话 那么换句话来说 在那些TPS更高 GAS更低的REAR2上 它是不是可以实现一些 在以前的以探访法上 不能实现的一些创生的应用 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是但是从另一方面 但是具体来讲 我们可以发现 比如说Safe这种合级钱包 其实他们支持的功能 也是比较符合 刚才我说的那个逻辑 就是可能是高利润的 然后TPS要求不是那么高的 这个就会造成 合级钱包 他们现在支持的一些功能的一个限制 但是在REAR2上 钱包开发商 它可以在更低的一个网络背景下 可以从而去满足更多 低利润的常委需求 就是比如说Safe 我们其实或者说很多钱包 我们是很难想象 一个钱包开发商 它专门去定制一些 低利润的常委需求的 因为它是会有成本对吧 对用法来说 也会有一个GAS的成本 对钱包开发商来说 它也会倾向于做那些 有更高利润的一些应用 或者说一些功能 但是在REAR2上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应用丰富的一个 一个趋势 而且从我们 而且从大部分 合级钱包的一个收入来看的话 其实现在大部分 合级钱包他们的用户群 都是2B的 就是很多合级钱包 他们的商业模式 其实就是属于Web3SaaS 就是他们会给机构做多签字管 其实这个和Web2的一些 ERP或者说什么 对接定制的那种软件系统 那个商业模式是一样了 我为你提供某个软件 对吧 在Web3就是变成了Safe 向某个组织提供一套定制化的钱包 帮你做多签字管 那么其实他这个合级钱包的话 还是2B的 但是在Ler2上的话 或者说 钱包外的发展方向 他应该是2C的 因为在成本更低的 这个这个 Ler2上 他就是可以实现 或说钱包开发商 他就有这个足够的低的成本 去服务于更多的大众用户 而最后还有一点 就是在一财访上 开一个合级钱包 是需要20U的 这个是他硬成本 就一个钱包开一个户 就需要20U左右 然后第三个场景 就是之前提到的 就是新闻场景 Ler2上的新场景 或者说 以太坊上的新场景 就是这个可能是钱包 做差距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嗯 一个胜负手吧 第五点我觉得 第五点我认为的 合级钱包的一个方向 就是可能是叛应用 嗯 就是我们现在所有 所有人 基于账务抽象 都认为账务抽象 他应该是做回钱包的 但是反过来讲 我们从 呃 单账务设计 或者说账务抽象的角度来看 呃 实验账务抽象的这个 或者说这个地址 这个账户 他是不是 他这个技术背景 是不是只能做钱包 我们其实思考下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的 他这个 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他可以做钱包 但是呢 或者说他可以 他适合做钱包 但是他并不是一定能做钱包 就是在这种 单账务设计下 或者说在账务抽象的 这个技术逻辑之下 钱包只是账务抽象的一个应用而已 那么除了钱包之外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别的应用 或者说账务抽象 他是不是可以让更多的应用更好做 嗯 我认为应该是后者 嗯 比如说 举个例子吧 之前那个 Stefan或者说很多GameFi 或者说一些流量应用 都在提院警的时候 都会提到 我们要做社交 我们要做钱包 当然 大部分这些项目都死掉了 但是 从 卫博尔的一种 嗯 所以模式来讲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高频打击屏 举个例子来说 嗯 基于像我抽象 我们是 是不是可以做一种判应用 或者说做一些 嗯 社交应用 或者说 做一些比 DeFi更高频应用的一些 更高频交互的一些应用 然后我们可以基于这个应用 做钱包 高频打击屏 因为高频应用的话 它是可以做钱包的 因为它可能就是像微信一样 加了一些功能 然后 但是反过来的话是不行的 钱包做社交 大家可能 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建议过 钱包做社交的 就简而言之的话 就是第五个方向 就核卫钱包发展 第五个方向 我认为就是判 我认为就是判用 什么意思 就是基于账务抽象的这个前项 核卫钱包只是账务抽象的一个 具体的应用发展方向 但是从更抽象的角度来看 单账务设计 或者说账务抽象 它是可以利益于 胖用发展的 那么基于胖用这个角度来思考 应用的开发 或者说智能会用2.0 我们是可以 也许可以看到一些 非钱包应用 它转过来 做钱包 然后再把钱包打死 当然这个是我的一个 非常幼稚的一个思考 OK 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